若使AB兩種國民住宅的總戶數達到最大 則此時利潤是多少元 我們首先,先將方理式假設出來 我們可以有題目可以知道 40s加上60y為小於等於13000 那另外還可以知道 80s加上60y 會小於等於17000 那17000萬我們就把萬都省略掉 我們的單位是萬元 那我們的目標函數f of sy 我們可以寫出來 110減掉80 因為它要求的是利潤 12加上80減掉60y 整理一下是30s加上20y 那另外當然s跟y都要大於等於0 我們假設L1 是40s加上60y 等於13000 L2等於80s加上60y 等於17000 當然這兩條 當然這兩條可以建議 可以先把它做約分 把20約掉20 所以是等於2s加3y 等於650 還有2s加上60y 等於850 那我們來找它的 停點 也是找它跟sy軸的焦點 首先L1的話 可以發現s如果等於0的話 它等於650 然後如果y等於375 那如果y等於0的話 它等於375 就是L1 L2的部分的話 s等於0 它等於3分之850 如果y等於0 s的話 它是等於2分之475 那另外 L1跟L2的焦點 是150 那我們簡單的把圖形 稍微畫一下 我們的目標 是在這個區塊裡面 所以 這幾個頂點 是我們要找的 當然還有00 那一般來講 00的話 通常都不會是 我們要找的點 所以大概就是 這三個點 裡面其中一個點 那它要先求sy 像加最大 那這邊很簡單 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s少的 跟y少的 所以 這兩個點 坐標是不合的 那由於蓋房子 一定是蓋整數的房子 所以這個我們把它 取整數的話 是217 這個取整數的話 是238 這個是250 所以 最多房子的是 最後這個焦點的這一組 所以我們把它的 目標函數 f of sy 算出來 是6000 所以它最大的利潤 利潤是 6000萬 選b 1 2 2 3 5 1 2 1 2 1